入秋的时候,天气开始干燥了 天气干燥,自然我们的喉咙就会比较干 也会因此而引致有咳嗽,或者喉咙有痕痒 很多时候,如果你是觉得喉咙痒痒,喝多点水,喝点滋润的汤水,也可以减了毛病 但如果你真的变成咳嗽,又已经7天以上都不好的话 那就提一个偏方给大家 这个方是陈传仁博士在他的著作里分享出来的 用料是用一个雪梨和一千的穿背粉 做法也很简单,当然洗干净雪梨 把近雪梨的定的道理打横平切它 然后在那里把雪梨的心 划去雪梨的种子和心 然后把穿背粉一次倒入里面 加一点点冰糖 然后把刚才切出来的雪梨丁 像棋帽的形状,加上去 你可以用一个牙签,轻轻地捉住旁边 让它不会滲出来 那你把它做好之后 用碗也好,用碟也好,装着它 放入锅热水中,把它炖熟 大约的时间 你喜欢可以炖大约45分钟至1个小时 炖到这个雪梨已经熟透淋了之后 你就喝了这些雪梨的汁 最好可以吃完那个雪梨肉 这个方法不是很难做 也是很普遍的 但是很有效 如果你吸售7天以上 你试试用这个方法 就可以把你的吸售治好